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每天醒来再爱你一次的电影《初恋54》 亨利是水族馆的一名兽医 除去工作的时间,他最喜欢游走于各个女孩当中 对他来说,那只不过是一段露水情缘 换言之,亨利就是一个花花公子 不过他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他想要去探寻野生海象的栖息地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亨利的小船被风轻轻一吹 就罢工了,没办法的他只好到最近的小岛上坐坐 就是这一座让他邂逅了此生最爱,鲁西 金黄微卷的头发,精致的脸蛋 这叫亨利如何不动心呢? 但他并没有上前搭讪 因为对方本地人的身份让他有些犹豫 不过这些在第二天到来的时候全部失效 去他的障碍,爱就要行动啊 于是他看准时间去帮助鲁西 看起来两人的交谈很愉快 硬生生从早上聊到了中午 临走前,两人做了约定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一起享用早餐 所以即使天降大雨 亨利还是在第二天如约而至 鲁西也到了 但他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看到亨利上前搭讪 他理都不想理 还直言亨利就是个变态 在店老板的解释下 亨利才明白鲁西和别人不一样 原来他在去年的车祸之后 患上了短暂性失忆症 也就是说只要第二天一到 鲁西就会把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忘记 因为他的大脑无法再储存新的记忆进去 鲁西的家人为了不让他伤心 每天都陪着他做同样的事情 每天准备同一份报纸 过同一个生日 甚至是刷白同一面墙 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 亨利好像更对鲁西着迷了 只可惜顾忌重施并没有用 以至于后来的好几次都没有成功 最终他只能放声大哭 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识字的汉子 果然这一招奏效了 可是老板又不干了 他害怕鲁西会受到伤害 于是电话通知了鲁西的老爸 结果嘛 可想而知 亨利被禁止再踏入那家小吃店 可那是爱情啊 既然此路不通 那换条道走不就行了 没想到半路演戏成功率更高 几乎一丝一个准儿 但鲁西老爸还是发现了 他告诉亨利 每次路西遇见了他 便会回家唱歌画画 之前并没有这个举动 亨利知道 一直欺骗也不是个办法 就在这时 路西的车牌因为过期被罚款 这下事情彻底瞒不住了 路西一时间接受不了真相 直到他在医院看到了相同的病患 而且对方的记忆只有十秒 为了改变现状 亨利亲手做了一盘录像带 只要看一遍 路西就能很快明白丢失的记忆 他知道身边还有很多人关心自己 虽然每天都重复 但是恋爱的感觉还是那样美好 而路西和亨利也都很享受更新录像带的这个过程 一切看起来都水到渠成 亨利也求婚成功 可路西还是不习惯枕边多出一个人 他把亨利打得嗷嗷大叫 等到他平静地看完之前的录像带 却发现亨利打算为了自己放弃去看海象的梦想 自责的他便提出分手 并将之前的回忆日记一把烧光了 亨利休整几天之后 也决定重新拾起梦想 可是当他听到路西去驻疗养院的时候 动摇了 特别是看到路西他爸送的礼物 是路西常常哼唱的那首《海滩男孩》 也就是说路西还记得他 高兴的亨利立马调转了方向 其实路西不曾记得亨利 但是每晚都会在梦里看见他的脸 久而久之就画下了这么多的画像 影片的最后 他们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而且还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虽然亨利每天都需要准备新的录像带 但他爱的路西还在呀 就连看海象的梦想也实现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漂亮的故事 美丽的爱 希望等待爱情的你不要灰心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